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视频 我是欢子 昨天的视频跟大家去发了一下 就是元旦举办活动的一个会场的大致情况 然后今天呢是2022年的1月1号 现在呢是基本上开餐时间 公寓呢进行这个聚餐活动 我们现在用欢子的镜头一块带大家了解一下聚餐的盛况 走 然后我们感激之前送上去的一期的众朋友 众家人们新年快乐 祝福安排 四豪 四豪 因为四豪在忙碌 因为我们的代表了 希望家人们 刚好运气了 我们一起去负责的地方是男号之间 我们一起去负责的地方是男方吗 我可以看到我 我要去责责的地方是男方 我可以看到你们的朋友 一笋一笋一笋 和一笋一笋 我可以看到我们的朋友 新年快乐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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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别着急 慢慢来 叔叔 今年快乐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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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大家举杯 我给大家拍一个好不好 来 元旦快乐 来 在这儿 好嘞 谢谢 谢谢叔叔 好嘞 新年快乐 欣赏阿姨 祖祖 你好 祖祖 你好 幸运快乐 好嘞 你好 欣赏 谢谢 祖祖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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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对 哈哈 谢谢 谢谢阿姨 嗯 谢谢 你还继续加油 加油 好嘞 谢谢 谢谢 嗯 来拍拍我们 阿姨元旦快乐 哈哈哈哈 哎 阿姨 我昨天呢就是您唱完歌 我给您这个拍完视频 我就走了我有事 啊没事 啊本来我想着说等您唱完了 然后完事了 给您这个聊两句了 然后 我说今天来了再给您聊两句 哈哈哈啊就先吃饭吃完饭 给您聊了啊 赶快先吃 啊行没事阿姨没事啊 赶赶赶紧坐赶紧吃吧啊赶紧吃吧 朋友们这里是海南的三亚 嗯 今天是2022年的1月1号 现在是晚上的5点10分 大家就是 哎叔叔哈哈你好你好 来来来来来 哈哈哈 哎阿姨元旦快乐叔叔哈哈 哈哈哈来 哈哈哈 哎 不行叔叔我得开吃啊 晚上的话我得回去不能喝 谢谢你啊 谢谢谢谢您祝您元旦快乐 二零二二二年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天天开心 谢谢你 好吧 您是您是回家了一趟又来了 啊回去您就回来了 上次给您录完视频您走了是吧 嘿 您问您回去一趟干什么 哈哈哈 是吧 哈哈哈 好喝一杯吧叔叔 哎 十六桌 你喝酒 这是四个蛋 我们是四个蛋 两个九十块 哦 哎呀 奶奶元旦快乐啊 哈哈哈 那个 哦 哦这还有一个是吧 这是老乡 哦老乡 哦老乡 那听那听都可对几了 哈哈哈 嗯 河南哪里呀 呀 呀角座的 啊 我是我是喜南竹马店的 嗯 哈哈哈 还是还是缺险的 耶您是缺险的呀 还是缺险的 你不会那里 到这去到一趟了都是一家人 那吧 我是缺险部队的 啊哈哈哈哈 好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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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嘞好嘞 来大家举个背舞给大家拍一个 好吧 哎哎 哎 好嘞 哎大家哎 奶奶坐着坐着就行了 坐着就行了啊 啊哎 元旦快乐 哎 干杯 哈哈哈 好嘞 好 坐吧坐吧坐吧 哎 哈哈哈 好嘞 来朋友们我们看一下元旦的这个餐食的安排 有饮料有啤酒 然后有白酒是吧 嗯 然后菜的话现在应该是厨房还有在忙 我们先看一下就是有这个 这边是螺是吧 反正是有肉有酒有海鲜有水果 哈哈哈哈 就是这样的一个搭配是吧 嗯 完了来了 哎 新年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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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 元旦快乐 大家 大家昨天这个参加这个元旦活动 今天这个新年开年聚餐 开年聚餐 总之是在这里吃好玩好 这个 谢谢 各位 2020年每天开心 好吧 哈哈哈 来 哈哈哈 好嘞 谢谢 谢谢大家 哈哈哈 来我们看一下都是有什么好吃的 啊 是 是吧 谢谢 哈哈哈 哈哈哈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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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没有大家看 这个 这个 那边看 这个 这个 那么大的影响力 所以 就是 众子里的话 也好感谢大家 这个 这个 集中的支持 还有 支持 希望大家能不能在盛夏 吃好 吃好 玩好 每天天天气 你吗 哎 好开心 呀 来 这是你 好 哈哈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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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啊 啊 哎 哪个人都有 哪个人都有 待会儿我给你说 什么 还爱吃吗 啊 不客气 赶紧吃吧 赶紧吃干净吃啊 好 不是 还以为我起 是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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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种服务都是比较充裕的是吧 那这里呢就是这个海南 呃怎么说呢 三亚的这种中高端的这个公寓 它的单纯的按一个月来算的话 基本上都是三千多往上的这个价位 如果要是说住的时间长是五六个月是吧 它能够划算到每个月就是三千四五这样吧 呃如果单纯的只住一个月的话呢 价格是比较高的朋友们 当然了还是欢子经常说的那句话 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如果你觉得呃这个价位你能接受是吧 可以选择这样的一个地方 不会吗 好了这期视频呢 欢子都给大家分享这么多 我是欢子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 欢子的其他视频 了解更多的信息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记得点赞评论转发收藏哦 拜拜